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2021年的2月5号 今天有认识的人母亲去世了 在家里感觉到这个悲伤啊 春节没有过去啊 还有的以前在德州认识的朋友 因为预期拘留被移民局给抓到监狱里面了 现在在监狱里面 也是在请律师啊 在找加州的律师 也是一个比较难熬的时间呢 拜登已经大赦1100万人 他自己可能不在此列吧 强子和扎拉已经坐上飞机 从亚美尼亚到了白俄罗斯 然后从白俄罗斯到芬兰 从芬兰再回国 他是在三西啊希望能够回去 然后汪汪 汪汪和玛利亚租了房子在那住 因为汪汪和玛利亚没有 没有办结婚证 他是准备回成都再办结婚证 现在他们知道的消息就是说 对亚美尼亚是免签 他们是可以机会回去的 但是他们现在有其他的考虑 可能在亚美尼亚会继续待着 然后是有乌克兰 习府在俄罗斯 就是云飞 云飞找的习府 在圣彼得堡 然后现在也是逛逛看看河 放清一三水 放清三水之间可能就会 放松一下吧 心情放松一下 因为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压抑下 很多人都得了那种疑郁症了 感觉到很不爽 还有看到了一个抖音上有一个 有个越南女孩嫁给了河北的大叔 然后这个河北大叔比他爸爸年龄还大 他越南的父亲穿个西装来参加了以后 然后哭着走了 感觉到受了委屈 新娘也是也是哭了 感觉到很委屈 就是因为贫穷啊 有这种就是隔代的这种打压 降维打压就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 还有的是在西港 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也是一个销金窟啊 有很多钱都会砸到里面 有一个在西港搞的和朋友投资开的 那个旅游酒店 然后回到香港以后 打朋友电话 朋友一步不接 然后现在终于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你投资的二百万已经消化完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是有很多做生意啊 塞尔维亚是有好消息 塞尔维亚是中国公民啊 可以在塞尔维亚提前打疫苗 这个好消息吧 打上疫苗打上中国的疫苗 更好一点 中国捐赠了将向五十三个国家捐赠 捐赠这种疫苗 塞尔维亚总统说 我们现在不但手中有合同 我们订了一千二百万剂疫苗 我们还有现货 很快我们要到很多的货 都可以大家约约的打 马克龙是说 他是说中国 之前做的给疫苗 这个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让西方国家感到有点害羞啊 有点不好意思这种感觉 然后觉得说欧盟应该是相对比较独立些 不能是和合企活来来围堵中国 这样的话都是听美国的话 也不是一个欧盟自己独立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德国是要批准的 用这个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集团的疫苗 我们在美国现在还没有时间呢 不知道什么时间 何时何地 在哪里打疫苗 比较方便 还是要戴上口罩吧 因为这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我们平常还是戴上口罩 然后多晒太阳吧 多营养 多通风 谢谢 拜拜